嘿嘿嘿,聊四季,天天的木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来看越南人对上立陶宛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卜地图 先来介绍一下蓝芳选择的文明是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所有的经济科技 都不太需要木头就可以直接升级 所以越南人只要有肉 这个经济科技都可以速速提升 省下来的木头就可以去多撒农田 让自己的游戏节奏更好一点点 越南人他的经济科技也是研发速度最快的文明 本身越南人他的射箭场的单位血量也会比较多 所以有一些玩家们都会选择去打马攻策略 马攻血量是可以高达92滴血 也是一个不错的体质 越南人还是走公密路线跟大象路线会比较适合他 原来他的大象是游戏里面毛相夫血量最多的一个文明 420滴血 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修道院里 每方的圣物 自己的骑士跟列提斯都有加一共伤害 最高可加四公 所以立陶宛人的游侠也是四季屁股里面 游侠伤害最高的文明 所以立陶宛人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骑兵路线 前期可以靠这个垃圾兵羌毛作战 有这个移动速度的加成 或往后有主动权可以去压制对手或是放风筝对手 那立陶宛人他每个城市中心也会给一百目 所以前期的肉会更多 在一些特殊地图情况下 立陶宛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文明优势 去打一个急速升风压制敌人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 好那这里看到立陶宛这边是一个正常开农 没有一个开大的特殊打法 前期大部分的玩家都一样 前几天我们看到了 YO的十六春 急速韩国升级 那场打的实在是非常精彩 有兴趣的观众最近可以看一下我们最近的频道内容 很多精彩影片 可能每一部大家都没有看到也不一定 那一场比赛真的是打的水深火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立陶宛这边是十七春点锋剑 哇这就是立陶宛一加一百肉的优势 那MBL这边是选择了十九春升级 OK这个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 立陶宛人因为这一百肉的关系 可以打一个急速升风 好开稿 Hot 这个是Hot吗 诶这个不是Hot哦 好我们把名字改一下 这位是white123 OK他的打法也是蛮特别的 这位玩家有看过但是我对他不熟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十七春升级 好这边升级上去 有要打枪矛吗 按枪兵如何 好不按枪兵 先下了马就 并没有要走枪矛路线 急速升风就是要打落马 不然要干嘛 对不对 所以越南人这边应该是一上去 赶快去按枪兵了 这个对方升级这么快 MBL这里应该是很慌啊 但马就一样是要补的 好赶快去按这个肉马出来 好这边过去看一下对手 诶 急速升风 已经撒红田了 好 这个是MBL这边的视角 好看一下下面 好这里有在吃果子 两人柴果 这一村盖木墙 但是把自己围起来了 哎呀手速很快啊 好这两只肉马为了控村民被戳到了两枪 一只肉马已经残血了 前期的立陶宛的压制反而有点没有意义了 反而是MBL这边稍微获得了一些优势 好MBL这里是继续派村民往前 要来盖射箭厂 算一个射箭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毕竟越南人的毛兵也有血量加成 跟对方打毛兵互丢的话 丢一丢啊 往往还会丢出这个血量的优势来 所以封建时代打工兵或是打毛兵都是可以的 好那由于对方肉马很多 出工兵确实比较好 而且还可以省一些肉类 待会可以再更快升到城堡时代 好MBL这边是按了非常多的肉马 五只肉马 对上立陶宛这里也是将近快五只 四只 好五只对四只 MBL还是有主动拳 好直接去追 对手看到 哎呀你的枪毛很多啊 射箭厂有放了吗 哇你现在才放啊 哇立陶宛有点尴尬了 这么晚放射箭厂可能会出事哦 好这个肉马往回拉 五只肉马 好我们也补了一个冰工厂 这里一定要全部按毛病 冰工厂一级射也要赶快点了 还是他还想要偷 有这可能吗 不可能吧 啊 军事已经非常烈射的情况下 再投这一级射 真的会拖到头破血流 好MBL直接主攻右边 想把右边的木须先给打下来 好那肉马疯狂输出 一直想要徒门而入 但是没有办法 这里又补了一些房子 暂时没有办法继续骚扰 好 这个房子虽然是能打掉 好打掉房子了 高马也死了几日 好这边收掉 好继续打 看起来 已经守住了 MBL是暂时没有办法骚扰对手 加力的枪兵也是一直在巡逻 立陶宛这时候点下了一级挖机 城堡时代也补上了 那我愿意直接进入城堡时代 立陶宛这里是三支枪兵 抽到了MBL的肉马 这个抽挺给力的 毛兵过来 移动速度加成 可以追得到 但没有打算要继续伸追 自己回来送 立陶宛人这时候点下了品种 还有一级马凯 越南人这边是补下了工兵铠甲 找一个工兵 MBL的打法是奴兵加二级射 然后升级封建 转城堡的奴兵打法 然后这里通常会补下 骑士还有前置的投石车 的一个策略 MBL这里家里防守还是做得还不错的 家里还是有少量的工兵 再继续压制 而且还有骑士了 这时候立陶宛人其实有点尴尬 自己没有办法去 保护好后面这些兵力 哇这个枪兵还 直接撞上肉马 哎呀 这个肉马群嘎群不送掉了 MBL直接3TC开脓 这一股挪兵 给的压力很大 但立陶宛现在二级马卡也有了 再补下了跟踪技术 待会就可以绣操作了 应该说让对方的工兵不能绣操作才对 好 还有5秒钟 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骑士往前 3工兵一直往后拉 后面的肉马争取一点时间 但全部都被骑士给砍掉了 工兵在这时候显得很尴尬 哎呀 很加有跑速 而且还是二级马卡 这个工兵 就算有这个血量加成 其实意义也大 OK 好这波打到头破血了 MBL这里会怎么继续压制对手呢 好 MBL这里是决定工兵继续按 下方的城门 现在是木门 这个木门要怎么去反打呢 要图门的路吗 还是在想一下 好右边的城中心补下了 好 好 立陶宛一级攻点下 待会 应该还是要转一点 伤害出来 骑士再转一些出来 还是要想办法 爆掉这一坨工兵喔 不然MBL 让MBL这一坨工兵成型 他后面也不太好打 好 后面的骑士收掉 MBL现在知道 立陶宛的骑士都在我的背后 好 这一坨骑士慢慢往后绕 前骑好像没有太大的打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之后会怎么打 好 立陶宛这里骑士 冲了进去 直接硬骑吗 感觉会损失很多骑士喔 好 MBL这里想要点掉生驴 但没有点到 诶 点掉了 这还是点掉了 好 但投石车出来 把MBL的工兵给压制住 两边称宝是带来走一个开农 小小骚扰路线 所以两边没有大打出手 好的 看起来MBL暂时没有办法继续进攻 因为现在是在走开农路线 所以3TC农起来的速度 是虽然很快 但是冰量不能出太多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 MBL只能用生驴去做反击 用重装长枪兵也是一个办法 就要看要不要生重枪 已经在说了 好 这边可以看到越南 这边是补下了重装长枪兵 重装长枪兵补下之后 待会就可以 按大量的枪兵去反制了 不然这个骑士数量来到了十几支 再按下去可能大约二三十支 不赶快补个军营 按个枪兵 真的会被对方一波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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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陶宛这边已经兵临成像 好 这边想要砍 但是后面有生驴 生驴要小心投尸车 后面这一头兵 没有打算回救 想要直接去直击立陶宛的家里 MBL这波打得有想法 但是有想法的时候也要守住家里 不然这个想法就没意义了 好 这边用着想必退骑士 现在这面骑士数量太多 战士打得不赢 还有两台投石车 压力也是很大 赶快拉更多村民来修理一下城镇中心 这头工兵迟迟不敢往前 因为有一台投石车在这 MBL这波打得很小心 要去骑士就往前补了 哇 这场比赛应该是 大部分的玩家 在天地上很容易遇到的事情 好 明明只有开拢路线了 然后也用生驴防守了 结果对方还是一直硬起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 在实战中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看一下顶尖高手是怎么扛这种 大量骑士加投石车的压制打法 最好的办法还是生驴加枪兵 但MBL这里是有点偷 两个均匀慢慢按枪兵而已 并没有补到第三个 好 这里要小心 骑士跟生驴 OK 这里要撤了 这里不能打 这里投石车太多 那现在越南最好的办法 就是赶快按更多的重装长枪兵 至少按到三四十支 赶快一波A上去 那帝王的实战要不要按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别按比较好 按下去可能人就没了 所以MBL这里还是要赶快去按枪兵 然后守住正面 正面有一根城堡之后 这个投石车就没有办法继续烧到自己了 好 还可以换掉 才投石车满赚的 好 历史玩这里也补下了一根城堡 大家看到这根城堡可能是在 接着收到了MBL的暗示说 诶 我上帝王时代咯 但其实MBL的支援 根本不够帝王 他补了太多的科技 还有这个枪兵也是按得蛮多的 好 这波直接开打 这边重装长枪兵 直接撞到骑士脸上 但是你用枪兵 是可能直接一波带走 因为人家骑士的体质 还是比枪兵还好用啊 好 这里工兵想要直接剪掉 投石车 顺利剪掉 骑士想要上前硬包 再有一个木头稍微卡位 MBL这边细节操作 操作得不错 也点掉了一些骑士 但这一坨工兵应该是要送光了 好 投石车 没有办法 继续往前推了吗 好 看一下这一波 重装长枪兵直戳这里的村民 这里盖堡 盖得很不安静 赶快赶快 藤甲工兵赶快多收一点村民 好 这里骑士上来 哇 这里好像变倒车堡啊 欸不会 投石车回来了 投石车来的话就不会变倒车堡 这次头有点多喔 刚刚买了太多资源了 帝王时代点不下去 不然是立陶宛这边帝王时代快要补下了 好 右边再补一张城堡 MBL 还是想要盖 盖在旁边 好 那来看一下立陶宛这边的生物 现在有几个了 现在生物总共有三个 骑士直接加3点伤害 摩擬机器现在是10加4了 直接是三攻的概念 好 这边再补下了一个三级射 好 投石车往前 想要砸村民但是盖好了 第一时间赶快点掉投石车 好 点掉 好 立陶宛一上去 立陶宛也补下了巨型投石机 MBL这一波大搬家 能不能搞到点东西 好 看一下这个换家能不能换成功 先控一下这个金矿 没错 盖这根宝 或是直接盖在这个位置 然后手后面的金跟前面的金 好 这里两边都想要对保 立陶宛这边是优先盖了一根宝在这 越南人是直接盖一根小的 原来他把城堡的資源放在了北边 捕了一根城堡 好 这里战毛兵打得很开心 把所有的城堡都收掉了 好 这里补一根小根箭塔 箭塔有补跟没补一样 马上就要被城堡给射掉了 这里僧侣也要全部损失代金 MBL这一波损失有点惨重 上面盖寶也没成功 哎呀 好 这边重中骑士已经升级好 攻击来到了12加4 16点伤害了 大家还在升级游侠 就是14加4 18点 正常游侠伤害了 好 这边了 这里是直接 升级帝王斯坦 按军行投司机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想法 好 先补下了三级射 巨型投司机直接放弃 还是要转火炮化学呢 好 后面战毛兵 最后还是抓到了后方村民 但是立陶宛人这里面有弹道学 这个战毛打得有够歪啊 好 两只 月提斯 往前面侦察 看到一根城堡 看来是没戏 往回啦 看来不出游侠了 重装骑士升上去 没有想要顶游侠 想想 还是打这个列提斯好了 列提斯比骑士的成本还要便宜 而且还有无视敌方装甲的特性 虽然血量上比游侠少了很多滴血 但打起来还是挺有输出的 但确定就是很害怕箭矢 也不是说害怕箭矢 跟游侠相对比起来 比较害怕高伤害的东西 那以MBL来说的话 他这个情况下是会比较害怕箭矢跟急兵 还有大象 这三个单位 好 列提斯这边是1加4的防御率只有5点 藤甲弓兵可以高达11点伤害 射下6滴血 找不到血量是120滴血 所以只要射个20下 列提斯就会暴毙了 所以为什么说 我会说他这里很怕箭矢 就是因为有藤甲弓兵存在 藤甲弓兵多这一点伤害 比奴兵多一点 这个效果其实蛮OK的 打骑士的时候最有感 好 这边稍微召想一下 MBL这边弓兵继续输出 但是巨型头实际直接拆掉了后方的城镇中心 弓兵现在要打得很难 但是越南有所谓的帝王战矛 好 还是要生一下帝王战矛了 好 这边先生一下纸臂技术 让自己的伐木工 拥有挖金矿的能力 哎哟 终于还是想到了帝王战矛的存在 而已啊 帝王战矛身上去 一下伤害有一下8滴的能力 打这个列提斯 打一下还有3滴血 这个算是战矛兵的 顶端了 帝王战矛 好 而且帝王战矛还有这个 越南的血量加成 射箭长的血量加成 来到了42滴血 这一般战矛只有35滴血 傷害只有3加4射程 也是5加3 那帝王战矛真的是 傷害非常高 4加4 好 左边暂时没问题 这一波打得算是很平静 立陶宛也没有非常照进 一直要想往前A 这个真的是一般大家在天梯上 很常看到的这个画面 哈哈 但顶尖高手在应对的时候 会显得更小心一点 明明知道对手已经打得 压力这么大 越南这边还在攀科技 先攀出来火炮 有火炮的话就可以反击对方的巨型投石机 家里暂时使用战矛跟枪兵守住 应该是没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一头巨型投石机 要怎么打 好 这里巨型投石机 开拆 好 立陶宛点下了金瑞烈提斯 金瑞烈提斯补下之后 待会就可以提升一些血量跟伤害了 好 血量来到157 伤害来到16加5 21点伤害 好 这里城堡盖好 手上后面 现在是MBL非常劣势的情况 火炮还在生产当中 左边暂时战矛兵 打得有点头破血流 还没有完全守下这个区域 好 下方这里有动作 巨型投石机 偷拆下方城堡 这时候立团看到了 哇 打一个多线啊 好 但上方城堡终究还是被拆除掉了 这个火炮 赶快去解巨型投石机才是重点 这个火炮要小心 两台换一台可以秒杀 要新预判吗 哇 自己的巨型投石机先被点掉 这里直接无视敌方火炮 先拆除前方的城堡 哎呀 残血的火炮被点掉了 立团也是有火炮的文明 就MBL的火炮都被拆除 但上方的火炮也成功拆除掉了两台巨型投石机 暂时没有问题了 好 但下方的问题又回到MBL身上了 你拆除完之后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好 列提师直接冲到了农田后方 生活开始无法治理 怎么办呢 枪兵再多硬点吧 MBL现在经济有点惨 只有109村 对上立陶宛的145村 150村战术 好 经济非常优秀 好 立陶宛这里点下了拇指环 增加一下战毛兵的准度 这个战毛兵虽然不会增加攻速加成 但是他对于不动单位会增加100%的准度 OK 那后方的火炮 可以对我按吗 这里没有再继续按了 列提师上来 就是要给火炮一顿出宝 直接顶掉 目前MBL要打赢这个打法其实很难 因为立陶宛的列提师解疼甲攻兵很快 对方的战毛兵虽然不是帝王战毛 数量力多也是蛮麻烦的 而且他还有塔盾自己试 对帝王战毛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现在MBL经济不太好 有可能被对方的血球一直滚下去 好 左边这里盖起来之后 还想在这边做抵抗 立陶宛把自己的剧情投尸机 都一直放在境内 没有让MBL的火炮有机会拆得到 好 正面继续给压力 用火炮拆除了修道院 这里生女要是再拿到一颗 立陶宛这里的伤害 就突飞猛进了 直接来到最高顶点 满伤害的列提斯 好 帝王战毛继续反推回去 先来用帝王战毛打这些兵确实好用 但没有藤甲弓兵的话就不太好打 那目前MBL能产藤甲弓兵就只有两栋城堡 而且MBL的资源也不太够了 完蛋完蛋 这波直接压进来 好像被对方的血球直接全部滚死了 这波走进来 看来是凶多吉少 好 拆除掉了城镇中心 好 帝王三级的弓兵踩甲也补下了 好 右边 这一坨战毛被火炮打 高打第一山很痛喔 好 重点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生物有机会拿得到吗 里面囤了非常多的枪兵 再等机会出来 但昨天列提斯打得很开心 这一坨列提斯一直在输出 急杀掉了非常多的单位 好 点下了二级农田 立陶宛这里是要继续出 列提斯加战毛病的策略 完全没有转兵 那列提斯 立陶宛这边是可以转大洛马 最稍微减省一下资源 哇好 点下塔盾了 好 火炮想要预判砸了一发 但是没有找到太多血量 这里立陶宛的列提斯实在是太强大了 瞬间解掉了火炮 好 補下了塔盾技术了 塔盾点完 这个战毛病的远方高达10点 就算是维京狂战士帮 跟常攻兵 怎么射都是一滴血 只有这个马攻系 12点伤害的 才会打出两滴血的伤害 所以立陶宛的塔盾战毛 到后期打正攻兵文明是相当舒服 好 这边生活弄到无法治理 上方列提斯再冲锋一波 完蛋 MBL 村民直接被捅烂 村民处只剩下81吋 连87吋都不到 完了 MBL 难道要凉了吗 越南人 难道打不赢 塔盾战毛吗 好像也不是这个原因输掉就是了 现在会输 真的是因为 列提斯这个伤害真的是太强大了 16加5 21点伤害 还无视敌方装甲 好 装装装装装 把田里的村民 哇靠 好痛 顶个两下村民就去了 村民的防御力 直接无视 两下一致村民 列提斯这个伤害太顶了 好 这边直接硬撞枪兵 枪兵还是要三下才能收得掉 果然用枪兵去解列提斯还是最快的方法 好 这里又有更多列提斯走得过来 MBL这波应该是挡不住了 49村对上144村 左边的城堡群终于也被拿下 这波多欠打到MBL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 看起来是没了 左边一直也被骚扰 MBL打错了GG 我们恭喜 立陶尔人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出了187师战毛兵啊 大家应该很难想象 哇 帝王的战毛 跟塔顿战毛 两个战毛的特化文明 在这场比赛出现之后 最后决定比赛游戏胜利的 跟战毛兵完全没有关系 可能有一点点啦 但关系不大 最主要的还是靠这个列提斯 打出一片风采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呢 是由立陶人拿到经济上之胜利 但这边也蛮明显的 立陶人明明上面领先了这么多 而且一直有压制MBL 但是经济却没有领先太多 这一点就真的蛮奇怪的 所以就可以知道 越南人的经济是真的好 好 那军事方面来到1.75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